剛剛有人分享,家人叫他買一種東西,但其實沒有那種東西 然後在過程中,對方說錯了那個產品,買不到又是結果帶來炒鬧 其實這件事是家庭相處的事,尤其是家人是容易發病的那種,就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處理呢?其實這就是輕鬆得性的典型的引導文 就是接受人會發怒,還有他會,有句廣東話,死雞餐飯館 有時候我們會坐,有時候我們會坐,但總是會有這樣的揮出 其實一去到那個位置,一跌薄,我們就要留意了 一有跌薄,他說明明我叫你買那種,他說不是,你叫我買另一種 一駁了,是沒有好結果的,一駁了,實際就很開心收場 那你說,好了,你想我去買什麼,好吧,我就買那個人 就是去解決就算了 還有些人相處,我們只能夠接受他去到那個程度 其他人就不要要求他,又不要跟他甘證,又不要說你說錯了,你忘記了 是完全沒用的,是越說他越生氣,越大件事 包括老人家,但也有時候有些中年人,年輕人,一樣會這樣 我們一到到別博,都沒有一位了,就是 誰對誰錯,又不會死得的,又不會有什麼大件事 我們就學,就是在那時候看守 這就是一個在人生裡面,得性的其中一個 而同時不受他影響,又祝福他,他心就沒有怨恨 又說他沒有記性,就是不要這樣留 是他的責任,我做了我要做的就可以了 因為一有親滅駁,家裡就會開始有些炒鬧 我不知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如何得力呢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倚靠神,受了些冤枉 是辛苦的,即是耶穌你安慰我心,加力量給我 我這個時候我有些不開心,耶穌你和我一起 耶穌你安慰我的,耶穌祝福我,有多些恩怨 耶穌看著我的,耶穌背著我的,耶穌加力量給我的 這個人平安、不開心嗎? 必然有人